新北市府用基金会的救护车关政议赐 由关小航局长帝天七代表接受 帝教长表示 本年关小航局后的勤务政党 一年超过两万车 而且有十年增加的政兴 希望这台新车 可以发挥最大的公量 希望说我们的同仁 能够爱习来使用 能够把这个 它的功能发挥到最大 新北市府用基金会完站兵山 是外地事业优先的困难主题 为了要回馈向你 提升平安山区医疗救护的品质 看着促成这处的关政行动 我感觉他很严谨 公司有贪心 来训练这台救护车 给我们困难关 我相信这就是 表示对我们困难关的感谢 一个很大的回馈的心意 有感平安山区路途邀案 为了要加强医疗救护的效率 这处由会长设计者 关政一台价格 将近200万的全共能救护车 博冠消防救 所有的设计 有心脏电极器 超音波 甚至有喉咙 插管有的是去夾到 插管的可以显插控 还可以摄影机 看你如果里面有杜业去卡到什么东西 可以医务连言马上就去帮他急救 行政任慧如也代表 帝衡表示感谢 我请代表国庭乡的乡亲 来跟辉荣基金会 苏董事长所有的团队 来谢谢你们 身伐是辉荣基金会 尽重是社会好你的工作 他们希望抛转英国的精神 可以允许社会国家共同来做爱心 记者欢迎观察方报导